在今天節目當中要為您介紹的是 林啟錦建築師 唯有他設計的屋主 從一開始就買好了家具 才準備裝潢 室內設計將如何搭配家具 產生整體性 並且展現樓中樓格局的設計感呢 帶您一起去看看 今天我們要走入一戶 位於新店金華地區的電梯大樓 來看看近百坪的樓中樓空間 如何打造出滿足三代同堂 一同居住的夢想居宅 屋主年約40歲 從事金融產業 因為原本居住在山區地帶 生活機能不變 便搬到鄰近捷運站旁邊的電梯大樓 希望給老父母 以及正值學齡前的孩童 更舒適便利的居家環境 第一次和林基景建築師合作的屋主 從事金融產業 對於居宅的設計質感要求極高 甚至很喜歡研究設計家具 在購入位於電梯大樓頂樓的樓中樓空間後 因為新居空間比舊宅來得寬敞 便買下了心目中夢想已久的經典沙發 作為空間主角 而建築師也因為這張沙發的最先定調 對設計上有了幾個設計重點 由此延伸展開 公共空間要放入一張屋主選定的品牌沙發 要如何讓設計和家具搭配 在色彩材質上既有展現 也能夠營造屋主喜歡的極簡風格呢 寬闊的景觀與開放的廚房 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場景 要如何打造兼具時尚感 與溫馨氣息的餐廚空間呢 屋主喜歡食材天然的紋理 以及不重複的獨特特性 要如何用細節提升主臥的質感呢 極簡的現代風格 要如何與傳統父母的需求結合 如何融合傳統與現代感的設計 讓長輩能住得舒適又開心呢 曾於2010年獲得第七屆遠東建築獎入圍 及第二屆中國建築傳媒獎提名等多項獎項肯定 擅長建築設計 室內設計 致力於既有環境美學與建築空間的規劃整合 藉由設計圖面的構成 配合實體模型的操作 協助屋主體驗空間的任何可能性 他是空間新美學的創意家 其實因為我自己說做建築出身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設計的時候 會從整個大方向來著手 譬如說環境 旁邊有什麼視覺可以參照的部分 進到室內裡面來 空間上面的不同物件的展現 我們希望它材質還是能夠 有一些連續串聯 它這樣子的串聯才會變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物件 我做建築一樣 做室內其實也是一樣 在這個設計案中 設計師要如何表現設計靈感呢 有關設計風格的部分 因為屋主他喜歡的是比較現代 那我們的整個風格的色調的調性 也希望它整個呈現的是比較極簡現代的 一個線條的造型 我們所有的材質來自於屋主最喜歡的一張沙發 那我們可以從裡面拆解到 它有胡桃木 有不鏽鋼 有咖啡色的皮 那我們從這個不同物件的材質 我們希望把它延伸到所有室內的 相關的物件的材料 整個設計的顏色上面 我們大概走的是相同調性的 偏咖啡色的這種顏色 雖然它有不同層次的顏色 但它的設計都是相同的 有關動線上面 那因為它是一個一二三層樓的 一個頂樓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樓梯 能夠串起整個三層樓空間的一個串連 讓這個動線 能夠因為材料的展現 更清楚它的位置 哈囉 盧中 你好 歡迎 你好 請進 哇 如何以屋主中修前選定的一張大沙發為概念 統一整間房子的設計呢 坐在這個名設計師的沙發 然後配上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其實非常的適合 是 因為這個沙發 其實屋主從 他應該算是很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這張沙發 很小的時候他就懂沙發了 他年輕的時候就非常喜歡這張沙發 因為屋主他非常喜歡這張沙發 那整個沙發變成是一個住家的重心 那我們就從這張沙發開始去發想 那整個材料跟色系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胡桃木 還有不鏽鋼的支架 還有咖啡色的色系 所以我們整個住家的環境的色調跟材料 通通都從這個地方開始發想 沙發 胡桃木 所以你也大量的使用胡桃木 對 因為我們整個色系 就是從這個沙發而來的 它是胡桃木色 那因為屋主也非常喜歡胡桃木的顏色 像是茶几 那旁邊的這種櫃子的櫃面 那因為它本身支架也是毛氏面的不鏽鋼 在那個我們的門靶上面 我們就選擇用毛氏面不鏽鋼 搭配胡桃木 那這是非常極簡現代的一些做法 讓它能夠呈現出來 那因為這一個住家 其實在這個都市環境裡面非常特別 它是屬於頂樓的一二三層樓 那我們做建築 我們習慣用材料去定義空間 那我們在材料上面 用這個凍死去定義的時候 我希望它有一種錨定的作用 對 錨定空間的作用 你就從一樓 二樓 三樓 你都看到這個材料在這個位置 能夠可以延續上去 所以你的空間定位 你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它是貫穿了這三層樓的 主要的食材 對 主要的一個材料的展示 而且我覺得它的切割方式 跟你的做法 有時候有一些部分 留了一些空隙又有一些不一樣 那因為一般的食材的氣法 它非常單純 就是密接這樣子 它有細細的縫 有些人是為了讓它看起來 非常平整 那我們希望材質的拼貼的方式 能夠材料展現它自己的特色 那展現的方式 我們除了拼貼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有大小縫 那大小縫我們拼貼的方式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機一點 那在拼接 左右拼接的時候 我們鑿了一個45度的縫 那光影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立體的感覺 對 非常立體的感覺 對 你在透過樓梯 這個垂直洞線在走的時候 洞石就在旁邊 其實你可以觸摸它 那洞石它有很多洞在上面 你觸摸的時候 我們希望那個材質是很溫暖的 能夠慢慢的碰觸上去 走到二樓 你看 這個洞石怎麼還在這裡 所以我們空間上面的 一 二 三層樓的串連 是能夠讓它延續 OK 用一個洞石的這個石材 作為整個空間的一個串連 跟持續跟延續 我們也看到了電視牆的部分 又是另外一種延續 一般我們看到電視牆 就是大理石吧 大理石 大理石頂多就做到頂天立地就好了 對 你延伸到上面的天花板的部分 是 這邊的大理石 白色的我們這個石材叫做銀骨 而且這個石材 那時候特別挑過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像一個 獅子的頭在吐水的這種 這種花牙 也太貴氣了吧 我看有在猜是龍 原來是獅子吐水 其實它看起來像是獅子 就有鬍鬚 有眼睛這樣 那屋主 那時候跟屋主一起去挑石材 他是沒有看出來 對 所以拚完的時候 他非常開心 算是一個有故事性的石材 而且所有的客人來都會聊到對不對 都會看得到 那要問一下Andy 是 這個家用了大量的 很棒的材質 石材 木 你本身對於材質有特別的鍾愛 那我們比較希望 我們在做建築或做室內都是一樣 我們希望那個材料 自己本身就會講話 自己就會講它的故事 就像我身上這件T恤一樣 磚塊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 磚塊自己本身就會講一些事情 還是建築大師說的話 對 那我們希望材料在空間上 就呈現他自己應該有的樣子 而不是透過粉刷 透過其他東西去把它攪拭出來 他就很忠實地呈現他自己的材質 色彩 光線變化 是 坐在這個位置 真的可以感覺到 空中樓閣耶 這個view真的很棒 是 我們希望在廚房的地方 往外看的時候 我們用框井的感覺 讓這個客廳的場景是 類似像一個畫框一樣 對